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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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大家都知道 我们彰化基督教育医院 儿童病院 已经有导盲犬进驻了 导盲犬要服一个失障者 大概需要2年至3年的时间 完成训练才能服务失障者 导盲犬 这么的稳定 这么的情况之下 如果都一直待在 在学校里面 大家家里面 真是对这个社会 这种关系的资源 就是有点 比较可惜 所以呢 我们经过我们 合同医院李医师 以及我们的 那个 张小姐的 这个协助之下 打倒保全待机医院 来协助这边的 需要帮忙和服务 每天散步回来 都一定要先把脚脚擦干净 因为在外面 布上很脏脏的 上街医院 从2014年成立以后 一起致力于 营造一个 友善 而且温馨的一个 秀医环境 那希望我们的病同 在这边 生病的过程 住院的过程 再回忆起来的时候 我们不是只有一个 病等的一个病法 或者是应该只有 回忆起来 只有一个打针的痛痕 那 她是势力受限 所以从小就是 没有摸过 实际的狗 就是都有摸过玩偶而已 然后 刚跑她来 儿童医院 住院 然后医师 就有 带这个 雅瑟 到 进房 然后那个 腿进去 可以跟婆婆 认识 然后她就是 第一次 真实触摸到 一只 真实的狗 让她触摸这个 狗狗的 呃 毛髮的感觉啦 然后 甚至狗狗 鼻子 濕濕的 然后 舌头 点它 很丑的那种 触感这样 对一个是这样的 小朋友来说 就是 呃 导盲犬 她 因为她非常的友善 然后可以 让她可以近距离的 跟她接触 好 来 好 来 好 乖 好 好 好 咦咦咦咦咦